沒錯! 我就是傳說中放輕鬆樂器的店長 小賴 今天的影片非常的精彩 吉他很厲害 一定要看完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右下角幫我們訂閱一下 影片開始! 我手上這一把吉他 就是今天的主角 出門 Aurora 極光 OK 那身為楚門最高等級 Custom系列呢 總共有四把琴 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 楚門四皇 厲害吧 OK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萬物生長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的 上方有我們以往的影片連結 也可以頂上去看一下喔 好 馬上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極光 德國雲山的面板 上下旋整 都是鱸駝骨 再來呢 琴橋的部分是黑檀木 懸釘 真牛骨 好 再往中間看 可以看到殷孔的位置呢 非常多的木頭的香砍 總共運用了三種的木頭 有可可菠蘿 玫瑰木 還有豐木 恰如其分的 印在這一塊 德國雲山面板上面 紙板所使用的是黑檀木 再來有 極光的圖騰烙印在上面 他所使用的是白碟針背 那Custom系列的銅條呢 都會運用一種導綿的方式 讓他在彈奏上可以更加的滑順 這也是斯騰龍老師的拿手 絕活 好 再看一下琴頭的面板部分呢 運用了兩種的木頭 上面黑色的部分是黑檀木 再來下方是可可菠蘿 中間運用了蜂木 來做一個勾勒線條的部分 OK 好 看一下背面的部分 可以看到我們台灣德隆公司 所生產製造的旋鈕 那他是鎖定式的 穿過旋之後 鎖上螺絲 可以增加他的穩定性 更不容易走陰 好 再來琴頸的部分 所使用的是非洲桃花西木 裡面在相含兩片的玫瑰木在裡面 目的就是為了增加他的穩定性 可以承受更大的張力 不容易變形 好 再來往下看呢 可以看到這一把琴的重點啊 側板 還有背板 都是可可菠蘿的單板 那背面的部分 還可以看到極光的圖腿 烙印在這一塊 非常優雅的可可菠蘿面板上面 掰頂的部分呢 一直延伸到 這邊也有一塊倒角 一般我們俗稱為靠手的部分呢 他所使用的是玫瑰木 接下來就要進入到我們的試坦影片啊 我們的試坦影片呢 不會添加任何的效果 所以呢 是原汁原味呈現在你的眼前喔 馬上進入試坦影片囉 GO 字幕志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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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訂閱按讚加分享 有任何的意見跟想法 也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ok 那就到這邊啦 各位掰掰